业者正忙着将美味的作餐料理打包外送 而除了熟食外也有着冷冻的载配组 包含乌鱼籽 鱼翅丸等冷冻包 无论全台各地都能送到家 加热或是煮食成作餐 东方这家老字号餐厅原本停夜休息 近期在老饕们的苦苦哀求下重新营运 转做作餐载配服务 因为现在餐厅都禁止内用 所以我们也把去年有在卖的一些冷冻包 或者一些伴手礼 像是一口吃乌鱼籽 还有乌鱼箭 还是鱼翅丸 花枝丸 虾丸 一些冷冻包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卖 因为我们在这段休息的期间 也很多北部中北部的客人 打电话下来问 是不是可以帮他们做宅配 因为那时候处于电修状态 所以我们打算在6月1号 就是明天开始 我们就提供有外带 然后外送 然后还有宅配的服务 强调海鲜食材都是季节食令 且地方专属的特色伴手礼 而除了冷冻宅配 也有小家庭适用的作餐 让业者直接将美味作菜送到服 疫情期间 因为大家都不敢外出 那就想说在家在煮 也都不知道煮什么了 那就可以透过现在家庭餐厅 有推出一些防疫套餐 那也可以帮我们做宅配 或者是运送的部分 对于我们这种小家庭的部分来讲 算是蛮划算的 各地区的一些海鲜的爱好者 或者是一些老饕 然后在外送的方面 我们有提供2000块的AB组套餐 然后还有一个4000元的豪华套餐 在家煮如果怕麻烦 就可以叫我们的套餐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送到服 就是在东港附近的乡镇 我们都可以尽量送 我们都可以去帮帮帮 这些东西送到你们家 只要是东港临近乡镇 通通都可以外送 或是选择外带 也有各式的桌餐提供选择 业者期盼防疫时期 也能让喜欢吃东港海鲜的乡镜 能享用道地美味 万有兴趣的乡镜 永远上网或是去店掐询 相关载配资讯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 采访报导